狼人竟然穿越到了高楼 就在飞跃到另一座大厦途中 他掏出了鼠墙 刷机 子弹 认同杀手的迷信 随后 他又掏出一把来斧 手把一甩 击毙了尹三在墙后的另一个杀手 在进入大厦后 他经历掉了最后一个杀手 本有一大功告成 突然 一颗子弹飞出 在跨越了整个城市后 直击狼人的后脑烧 他也成了河发 而在千里之外 这是这场屠杀的策划者 大壮 他是四颗联盟的叛徒 最近一直在猎上联盟里的兄弟 这时 联盟的头领老黑 找来了一个年轻人 小帅 老黑递给他一把枪 要求小帅只能将 餐蝇的翅膀打落 否则 就是死 小帅没有办法 他借过鼠枪 突然发现 餐蝇在他眼里 好像慢了很多 随后 扣动弯机 餐蝇的翅膀 还准备打了下来 完事后的小帅 现在已经狂跳不止 他赶紧拿出药物 准备吹下 这时 老黑拿过了他的 扎领品查看 果然 餐蝇没有了翅膀 随后 老黑扔掉了他的药物 并告诉小帅 你的心脏 每分钟可以跳动四百次 而这让大量的剩下移速 传输到了你的血液 这样 你就可以比平时 有更快的反应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 万中无一的天才 只要能合作 你将获得无尽的财富 之后 小帅查询自己的账户 果然 卡列多出了几百万 看着天文数字 作为小职员的他 此刻已经没有了心情上班 他会怎么做呢 首先 当着美女老板的面 直接开骂 接着 拿起键盘 砸向了给自己戴绿帽的同事 干完这一切 他进去坐上了美女的大盆池 随后 他们来到了刺客联盆基地 小帅满心欢喜的期待 急着成为一名杀手 可没想到 等待他的竟然是一顿毒的 直接被打成了重刷 等他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池子里 工作人员告诉他 这是一个修复池 在这里 任何伤痛 很快就会被愈合 接下来 是正人射击练习 尸体 必直接挂住 开箱射击 让他感受 子弹射入身体的感觉 而扎着高速穿梭的飞针 则是锻炼他的反应速度 但小帅 看起来好像无任何天赋 这时 老还抽属了 他告诉小帅 你的父亲 就是被斯克林盟的叛徒打死 想要报仇 就必须先撤为顶级杀手 这也激起来小帅的斗志 经过刻骨练习 终于 迎来了他的通关考验 是徒手抓飞针 现在 飞针在他的眼里 就是个慢动作 小帅轻松地将其 抓在了手里 最后一关 是将子弹 收到后面的靶心 如有失误 不断钱笔输回 连美女 也要死于枪下 小帅 深呼一口气 摆动手腕 射击 子弹画出一道弧箭 越过美女 郑重靶心 哈 撑空了 接下来 他接触到了第一个任务 目标 是坐在这个防弹车里的老头 小帅开枪射击 但子弹打在玻璃上 却毫无作用 这时 他注意到 天窗是开着的 随后 他加速马力 借助停车 一跃而起 在空中 将老头射杀 成功往城楼 可好久不长 叛徒大转 找了过来 两人来到火车上 开始了互相设计 他们摆动了树壁 子弹 也越过整个 碰钻载来的气 就在这时 从于拉下了紧急制动 火车 开始了脱回 车里 已经一片难及 车厢 也从高车上 眼看机枪倒沟 小帅 拼命向上爬去 就在这时 车厢脱落 小帅抓住了门绑 寻在了空中 可车厢震动 小帅还是掉了下去 突然 一只手抓住了他 是大转 正在用力将他拉上去 可面对杀附出人 小帅还是拉出了枪 射向大转 然而 车厢再次脱落 此时 车厢坠落了上地 幸运的是 他们还没有死 这时 大转说话了 他告诉小帅 自己其实是他的父亲 随后停止了呼吸 这让小帅一头污水 而旁边的美女 给出了他决决答案 原来 小帅是大转唯一 不会杀的人 所以 他们利用小帅 杀掉了自己的父亲 说完 一箱打碎玻璃 小帅也从上面掉了下去 好在底下是湖水 他并没有死 而是被大转的好友 老白作救 老白告诉小帅 他的父亲 之所以要背叛联盟 是因为老黑为了钱 已经没有了底线 知道真相的小帅 准备展开报复 他来到联盟总部 疯狂射杀 然而 等他来到办公室时 早已被埋伏好的杀手 堂堂围住 这时 美女出属了 他撒出一枪 子弹 绕了一个大拳 将杀手全部击毙 最后 射入了自己的老门 全场死亡 只剩下小帅 而逃走的老黑 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他的头部 一击窗 这一箱 真是小帅的结局 这一箱 这一箱 就会变成了 就会变成了